万安乡卫生所以健康老化之宗旨 积极推动各项健康促进活动 日前在蔡金昌执行长及吴丽云老师积极协助下 万安卫生所与国立空中大学签订了策略联盟意向书 在万安成立了社会科学系专班 由卫生所出发 培育卫生所志工参与社会工作专业技能养成 提升整体照护品质 让乡民能生的健康病的少 老的慢活的好 打造万安健康快乐悠闲道 提高乡民在自己的故乡生活的时间 缩短在疗养机构的安置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我是国立空中大学澎湖学习指导中心执行长蔡宁昌 今天早上我与吴老师搭乘交通船 来到万安卫生所这边 我今天代表校长来签订 跟万安卫生所签订异项索 我想我来到这边之前的话 校长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们跟全国各单位签了很多的NOU 唯一的单位就是万安卫生所 我们只有协调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完成 从计划的拟定到执行 只有两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是不是给万安卫生给大家 让我们高龄花社会来临 因为我们高龄花社会来临 我们空中大学继续走入品箱 那我们结合万安卫生所 来结合这些带领这些同学们 来吸收更新 更迅速的一些 更新的一些知识 让万安这边海水 不只是清澈而已 而且让万安的老人 老而有所重 那望而清风 谢谢 蔡执行长当天一早 与吴老师特别搭船至万安 蔡执行长并代表校方 与万安卫生所 吴文和主任签订议讲书 蔡执行长表示 因应高龄花的社会 空中大学愿意走入偏乡 结合万安乡卫生所 带领着同学们 吸收更新更多的知识 让万安的海水 不只是清澈而已 让万安的老人 老有所重 望而尽重 那我们万安的长者 最大的愿景 就是可以健健康康的 在我们万安生活 不会因为病痛 或连老衰弱私人 生活无法治理 而被子女送到台湾 或者送到安养院 那我们卫生所也积极协助 我们的长者这样 实现这样的目标 那所以我们在社区中 推动各项健康促进活动 那健康要长久 我们这种在社区的促进活动 就需要长期持续的推动 那这个需要我们在地人 能够在社区中持续的推动 那所以我们需要在地的在地的人要具备相关的私人就变成是大陆之急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国立空中大学陈双国校长立马同意协助 旺安乡卫生所吴文和主任表示 旺安长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健康安老的生活在旺安 不会因为病痛或年老衰弱失能 生活无法治理 而被子女接到台湾或送到安养院 卫生所积极协助长者实现这目标 在社区推动各项健康促进活动 健康要长久 健康促进活动就需长期推动 这需要建立由在地人服务在地人健康照护工需模式 故培训在地人具备相关势能 感谢国立空中大学陈校长立马同意成立专班来培训本所志工 空大两度搭船来旺安协助 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专班的相关课程规划 相信在国立空中大学专业规划人员养成教育下 旺安将有更多优秀人才 投入政府健康照护政策方案计划的推动 记者王海龙报道